周圍去別人的店鋪逐間逐間的巡視客 店鋪有很多不同名字 有人叫他阿甘、阿寶 有些叫肥貓 有個叫喇媽 都是去別人的店鋪逐間看看 我想最主要是想找東西吃 如果那裡有東西吃 他第二次又會回來 我自己就叫他肥貓 然後我們在這裡做了五年時間 我們一開始裝修的時候 他已經走進來在那裡忙 就是巡視一下 初初不知道 也不知道他是哪兒來的 後來旁邊的店鋪就跟我們說了 就是附近一間雜貨店鋪釀的 但他就很少回去的 要是在桌底 要是好像剛才那位 肥包,起來啦 起來啦 有時候早上每一個同事回來 他又會電郵你一次 就是想吃 現在就是 都肥的 有一點點 蓋了 那我們這裡就叫同事 不要說餵太多了 如果你們沒有給食物 他會不會繼續 可以堅持 有時候會的 都會一直站在那裡 好像這樣 會啊 都經常揮一些 椅子的 那時候的椅子 就是用來遮掛一些 它要揮花了的器 揮的時候會畫 不過都是繼續的 他喜歡什麼時候去哪裡 就去哪裡 我們都沒有限制他 不讓他走 都沒有規律的 現在都不定時去某一個地方 有時候就出去散步 有時候在門口曬太陽 有時候會去彈羊羊那邊 找其他人 晚上有時候 他躺在桌子上 我問他玩一下 然後我玩 他出個地獎來拗 以前很多時候 都是在石坡 走來走去 平時就在那裡大小便 接著就 餵那些泥沙 但有一陣子 不知道為什麼 躺在裡面那裡 睡覺 但有很少人在那裡睡 他都挺聰明的 一見到那些細色不對 就會走 這條街 很多人都會關心他 街坊路人經過 都會看牠 摸牠 拍照 平時街坊帶的狗 自己認得很熟 牠都不怕 是不是想進去 操心 困著牠 困著牠 始終都不是太好 可能看天氣 有時候下雨 就會走進來 多一點 有一次都被一隻大狗 追到跑進去草叢那裡 最後都追不到 隔壁舖以前咖啡店和懶洋洋 後期他們盡量一收鋪就確定在鋪裏 早幾個月他應該是牙肉發炎 痛得很厲害 他經常用手來揮自己 揮到自己流血 帶他去看醫生 後來回來跟隔壁舖有說 大家知道他有病 大家都想夾點錢幫他看醫生 我自己也沒有 很多人都想帶他回家玩 但因為他又不是屬於某一個人的東西 他想拿也要得到很多人批准 都不會有人會說要拿走 我們在動物亭台等你 喵 我們在動物亦約會 可以幫狗狗減薄 一輸助主子回復健康 做個活潑無懈